这将出现白米黑蟒 竟能用神力让17级台风拐弯 村民感恩戴德 跪地磕头 专家登岛之后 第一站就先走访了当地的村民 原来村民表示 在海岛的东部 有一条黑色的巨蟒在那里栖息 当地人统统将它称之为蛇仙 而老一辈村民讲述 从他们小的时候 这条黑色的巨蟒就在那一块生活 正是因为它多年修炼 法力高强 无人可以靠近 所以再大的台风也不会吹到岛上 几时上百年来 一直都保佑着村里的村民 这次的超强台风 就是被这条蟒蛇大仙给设法支走了 既然村民们口口声声说蟒蛇大仙 相比这家伙必定有点神通 专家想去看看 村民眼见专家不信 便赌气带着专家 前往了这条蟒蛇出没的地点 但来到这里之后 专家并没有发现所谓的白米巨蟒 反而发现了一条接近百十米的黑色条纹 海场一长串分布在石头上 村民尴尬地解释 可能蟒蛇此时出去休息了 没在家 这条留在岩石上的黑色印记 就是那条神蟒留下的 专家通过判断 首先否决的白米巨蟒 真实存在的传闻 世界上已知最大的蟒蛇 就是亚马逊森染 最长也就二十多米 百米的蟒蛇 根本不太可能 其次 这条黑色印记 乃是火山地壳运动 岩浆流动留下的 也不是蟒蛇所为 但为啥飓风会在这里拐弯 专家也不得而知 这条黑色印记